大家好 我是Wayne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1年的巴哈马岛海域 放大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女孩坐在救生筏上 这个女孩叫做泰瑞乔杜佩罗 她被人们称为海洋孤女 照片定格的这一刻 年仅11岁的她 已经独自在海上漂流了4天了 而4天之前 她才刚刚逃过了一场灭门杀戮 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航海梦说起 泰瑞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五口之家 她的父亲亚瑟·杜佩罗 在二战时期曾是一名海军看护兵 在海上那些日子 亚瑟爱上了这片既温柔又凶险的世界 一个航海梦想在她的心里发了牙 而战争结束之后 23岁的亚瑟被分配到了 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工作 她在这里与她的妻子 简布罗池相识并且结婚 后来亚瑟进入了大学 主修世光学 毕业之后又回到了家乡威斯康辛州 开了一间眼科诊所 婚后的几年里 亚瑟和简接连生下了一儿两女 大儿子布莱恩 二女儿泰瑞 和小女儿雷妮 1961年10月 亚瑟迎来了自己的40岁 不惑之年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她终于下定决心 去实现人生唯一的遗憾 带着家人 一同追逐那片魂牵梦营的碧海蓝天 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 因为有着繁杂的运河系统 被人们称为美国威尼斯 亚瑟在这里的码头 租下了蓝美人号 这是一艘18米长的双围帆船 可承载5到6名乘客 船舱里面有两间卧铺 一间厨房和一间洗手间 船尾另外有一处睡觉的地方 负责驾驶她的船长 是44岁的朱利安·哈维 和亚瑟一样 朱利安也是一名澳战老兵 朱利安是前线的轰炸机飞行员 在空军服役16年 执行过114次飞行任务 其中就包括了 被称为二战最惨烈的 低空轰炸行动 普罗耶蛇地油田的潮汐行动 二战之后 朱利安又参加了朝鲜战争 以少校的军行退伍 在她成为空军之前 最爱的也是航海 朱利安出身于曼哈顿的富人区 高中的时候 就经常沿着长岛海峡出游 退伍之后 她凭借着良好的外形气质 长空战士和海上玩家的简历 被蓝美人号的主人 品闻了船长 这一次 因亚瑟的邀请和雇佣 他将负责驾驶蓝美人号 带着杜佩罗一家人 来一场为期七天的海上之旅 1961年11月8日 亚瑟与妻子简 他们的孩子 布莱恩·泰瑞·雷尼 船长朱利安 和他负责打理舱内事务的 妻子玛丽迪恩 一行七个人 从佛罗里达州 劳德大尔堡的码头出发 驶向了巴哈马群岛 航行如同亚瑟理想当中的 那般顺利美好 两位男士讨论着 他们热爱的大海 时不时地交替掌舵 妻子们吹着海风聊着天 看着孩子们打闹嘻嘻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就来到了返程的日子了 11月12日 蓝美人号在巴哈马的 桑迪甲挺靠 他们计划用后面 两到三天的行程 在11月14号或者15号 回到出发地 劳德大尔堡 12号晚上 蓝美人号再次启程 这将是他们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夜间航行 第二天 11月13日 一艘邮轮发现了一个 坐着救生法 在海面上漂流的男人 见到邮轮使劲 男人高举双手挥舞着求救 嘴巴里面喊着一句话 我叫朱利安哈维 我是蓝美人号的船长 我这里有一个死去的孩子 船员将朱利安救上了岸 他身边的孩子 正是杜佩罗家的小女儿 七岁的雷尼 朱利安被送去了巴哈马的首都 拿骚暂作休整 他回忆 昨天夜里八点半左右 船只遭遇了风暴 朱威被吹舌了 掉进海里的时候 把船给砸出了一个大洞 眼看着船即将沉没 朱利安就扯下了救生阀 跳入了水中绑住了一条命 事后他在附近海面寻找了两个小时 只发现了雷尼的遗体 船上总共七个人 除去朱利安以外 全部遇难 沉船四天以后 朱利安回到了位于迈阿密的海岸警卫队总部 参加听证会 对蓝美人号沉船的原因 以及作为船长的朱利安 在沉船事件当中 应付哪些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离定 参加听证会的朱利安慎装出席 他衣着鲜亮 状态满满 在一众调查员的注视下 微笑着入席 而从出事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问过警卫队的搜救进程 尽管失踪人员里面 还有他新婚几个月的妻子 这一系列的表现 让调查员都感到有些困惑 朱利安向调查员补充了一些额外信息 主委被风暴舌断之后 神线崩的到处乱飞 导致船上好几个人受伤 围杆不仅把船体砸出了一个大洞 还砸坏了甲板下的燃气管线 引起了大火 火势蔓延得极为迅速 场面也极为混乱 以至于他没有时间救火 也没有办法救人 朱利安说 自己试图向外呼救 但是无线电广播 已经在混乱当中故障了 情急之下 他也忘记了发射信号枪 这个说法 在调查员看来 其实是矛盾的 因为当天晚上 离沉船的海域约23公里 也就是大约12海里的一个地方 有一座灯塔 一般来说 灯塔的试距 大多为15到25海里 而在这一段可照见的范围内 当班的看守员 没有发现任何船只起火的迹象 调查人员问的越多 朱利安的回答也越模糊 越口齿不清 直到听证会接近了尾声 他才恢复到一开始的放松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 警卫队队长突然激动地冲了进来 并且带来了一个喜讯 最新前线电报消息 蓝美人号还有一个幸存者 这个幸存者正是杜佩罗家的二女儿泰瑞 他被一艘货轮在桑迪甲东南方向的海域救起 送往了医院救治 听到这一消息的朱利安 先是脱口而出一句话 天哪 接着眼睛看向了地面 停顿了片刻之后说了一句 这真是太棒了 随后借口说 自己要去看望王妻的家人飞速离场 结果 第二天的早晨 一家汽车旅馆的清洁工 就在厕所里面发现了朱利安的尸体 他用刀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手臂和喉咙 自杀而亡 并且在留下的遗书当中说自己很累 无法继续承受下去 请求朋友将自己海葬 几公里之外 严重脱水 脏气衰竭的泰瑞 正在医院里面接受了治疗 沉传事故一人获救 一人自杀的消息 马上传遍了全国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泰瑞的苏醒 等待着他 揭开蓝美人号的真相 11月20号 获救三天之后 泰瑞终于是脱离的生命危险 从昏迷当中醒来了 在调查人员和医生的监护下 说出了他所经历的一切 让我们从11月12日 蓝美人号沉默的那天晚上讲起 晚上9点多钟 泰瑞像往常一样 最先回到了房间睡觉 哥哥布莱恩和妹妹雷尼 跟着几个大人 待在了甲板驾驶舱里 半夜时分 一声尖叫 惊醒了熟睡当中的泰瑞 他听见布莱恩在喊 爸爸救命 随后外面就传来了 一阵阵沉重的脚目声 再然后 就是死一般的寂静了 泰瑞壮着胆子 打开了房门 捏手捏脚地走到了外面 那是一幅 比噩梦恐怖的真实画面 母亲和哥哥 躺在了厨房的地上 身旁是一把厨房刀 剩下是一大片的血泊 泰瑞能够感觉到 他们已经死了 他不敢靠近 不敢多看一眼 朝最上层的甲板走去 想要找到父亲亚瑟 这一刻 他迎面撞上了船长朱利安 朱利安双眼通红 大吼着让泰瑞回房间去 后来泰瑞回忆到 自己当时十分信任朱利安 他觉得一定是 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朱利安不想让他看到 回到房间里的泰瑞 静静地坐在床上等待 但是更大的危险 已经来到了他的脚下 船舱里面开始漫水 眼看着船就要沉没了 泰瑞现在逃也不是 灯也不是 而这个时候 船长朱利安 端着一把来福枪破门而住 泰瑞认出了这把枪 这是爸爸的猎枪 两个人面对面的战力 月光下的黑影 和沉重的喘息声 是泰瑞对于这一刻 仅有的回忆了 等他反应过来 朱利安已经转身离开 他没有杀泰瑞 因为他知道 泰瑞会和这艘船 一起沉入海底 此时海水已经漫过了床垫 泰瑞知道 待在船舱里面 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跑到了甲板上 看到朱利安 正在往海里面放救生阀 泰瑞壮着胆子 问了一句 船是不是要沉了 朱利安没有理他 坐上了救生阀 就向远方划去 一夜之间 七个人没了五个 还有一个人 弃船逃命去了 诺大的蓝美人号 和黑压压的大海上 只剩下了泰瑞一个人 等泰瑞回过神来 海水已经漫过了 三分之二的船体 在这危急时刻 他突然想到了船上 一共有两个救生阀 分别在船体的两侧 舱体右侧的位置 应该还有一个救生阀 泰瑞俯身一看 果然如此 这个救生阀 就在海面上漂浮着 他马上坐了进去 手忙脚乱地拨开了绳索 但是一根主绳 正紧紧地系在了船体上 随着海水没过了整艘船 泰瑞和救生阀 也一起被拽了下去 夜晚的海水漆黑无比 泰瑞屏住了呼吸 用手顺着绳子摸到了神结 用指甲把它给抠开 并且浮出了水面 他重新做回了救生阀 却没有劫后余生的幸存感 而是被一种巨大的虚空和恐惧包裹了住 灵魂仿佛已经离开了身体 泰瑞深知自己不能尖叫求救 如果朱利安没有走远 听到了呼救声 一定会回来杀了他 所以等待和沉默 是他在这个夜晚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了 在水里面 大海最恐怖的在于身不见底 而在水面上 最恐怖的莫不于没有方向了 你根本不知道海浪会把你带下哪里 11月13日 泰瑞开始了独自漂流的第一天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烈日成为了最大的威胁 没有淡水 没有食物 没有信号灯 泰瑞只能够趁自己还有力气 注意海面上路过的船只 适时的求救 可是一天下来 毫无收获 夜晚不比白天好到哪里去 这个救生阀长约60厘米 宽约30厘米 底部是镂空的网面 泰瑞没法躺下 只能够保持着坐姿 忍受着鹰嘴鱼的撕咬 即使是流血 腿部和臀部也都得泡在水里 她的意识 在清醒和模糊间来回切换 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在机场的跑道上 爸爸妈妈在镜头等待着她 她兴奋地朝他们跑去 而正当她要抓住爸妈的手的时候 一股冰凉刺骨的寒意朝她袭来 这才发现 她竟然跳下了救生阀 而这一跳 把她给惊醒了 幸好她的手没有松开 她艰难地游了回去 爬上了救生阀 知道自己不能再睡了 如果丢了救生阀 就等于是丢了性命 于是泰瑞就这么睁着眼睛 到了天亮 11月14号漂流第二天 天将将亮 一艘红色的飞机从头顶飞过 这是警卫队的搜救机 泰瑞马上脱下了衬衣 挥舞着大喊着 但是白色的救生阀 和海浪的反光与白沫融为了一体 飞机并没有发现泰瑞 朝着远处飞走了 不久后 海面上又出现了一艘船 泰瑞手脚并用 拍打着水面试图滑过去 与海浪抗衡 但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 怎么能够敌得过 这大海的力量呢 希望再次落空 夜幕降临 又是一晚上的冰冷和黑暗 11月15日 漂流的第三天 没有收获 没有希望 只有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和精神 11月16日 漂流第四天 泰瑞已经没有力气 向路过的船只求救了 几天下来 他没吃一口东西 没喝一口水 没睡一次觉 他的四肢开始浮肿 关节神经阵阵作痛 口鼻像是抽干水的枯井 皮肤似是三伏天的火焰山 他出现了重度脱水 晒伤 肾衰竭 心率不齐等症状 意识和信念 都随着路过的船只 来了又去 所剩无几 11月17日 一艘希腊货轮 驶入了普罗维登斯海峡 一名海员 来到了甲板上 观察海面 海浪层层叠叠 此起彼伏 但是有一块白色的浪尖 始终没有消散 海员拿起了望远镜 仔细地看了一看 这才发现 那竟然不是浪 而是一个人 货轮通知了警卫队 和救援直升机 迅速地朝泰瑞开了过去 十几名船员 将他给捞到了船上 漂流了四天四夜的泰瑞 终于得救了 苏醒后的泰瑞 说出了沉船的真相 蓝美人号的沉默 杜佩罗家四口人 和玛丽的死亡 都出自朱利安之手 至于动机 警方考虑为骗保 前段时间 朱利安为妻子玛丽 偷了一份双倍赔偿的保险 并且将她自己 列为了保险的唯一受益人 这种事情 朱利安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玛丽也是她的 第六人妻子了 她的人生也并没有履历 所呈现的那么的漂亮 五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婚 她和妹妹被同样有钱的 姑姑和姑父养大 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 过的也依然是 不愁吃穿的好日子 朱利安有钱 自然也更爱钱 身材高大 帅气多精 入伍前还当过模特 她的身边从来就不缺女人 尤其是有钱女人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约着那个 高中时候 朱利安就遇见了她的第一任妻子 这一段婚姻呢 以闪婚闪离 草草的结束了 而她的第二任妻子 是一个17岁的名媛 两个人结婚后 育有一子 1940年 美国出台了选真兵役法 要求21岁至45岁的男人 响应草案 进行兵役登记 一年后 24岁的朱利安入伍了 在作战期间 她获得了一些奖项 不过她的事故率 在军队里面算是出了名的高的 而且她经常的 翘训练和任务 战争结束之后 朱利安和她的第二任妻子 离了婚 家道也不负往日风光了 她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战争英雄 以此骗到了第三任妻子 21岁的上流社会名媛 乔安 两个人生下了一个儿子 1949年的某一天 朱利安开车 载着妻子和岳母 在道路上面正常行驶 车子突然失控 冲进了河里 朱利安侥幸逃脱 妻子和岳母不幸遇难 她的表现 就和后来沉船事故发生的时候 一样毫无波澜 精神鉴定师认为 她是一个爱无能的反社会 病态的撒谎精 自恋狂 虽然警方也一度怀疑过她 可惜那个年代侦查手段有限 他们没能够找到 任何直接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一切 都是朱利安的阴谋 这场事故 帮朱利安送走了妻子 拿到了一大笔的赔偿金 几周之后 朱利安就又有了新还 接着是她的第四任 第五任妻子 结了离 离了结 结婚和保险 似乎就是她赚钱的主要方式 她的游艇 曾经也因为 撞上了沉船的残骸 无故起火等原因 多次地从政府和保险公司那里 获得过数万美元的赔偿 1961年 朱利安又遇见了 她的第六任妻子 前环球航空公司的空城 玛丽迪恩 结婚之后 玛丽这才发现 朱利安看似光鲜 实则落魄 善于推销自己的朱利安 被蓝美人号的主人 雇佣为了船长 夫妻俩就一直在船上吃住 每个月能够拿到 200到300美元不等的出海费 新婚刚两个月 朱利安就为玛丽 买了一份 双倍赔偿的人生保险 之后就发生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 这一切迹象 证明朱利安 早就计划了 杀死自己的妻子了 警方推测 11月12号晚上 她解决掉了玛丽后 试图毁尸灭迹 想把她给扔下船 而这个时候不巧被杜佩罗夫妇 给撞见了 朱利安当即决定 大人孩子一块灭口 她杀死了杜佩罗一家 把船给凿沉 企图让海水淹没一切 包括泰瑞这个唯一的目击者 坐上了救生法离开的时候 她遇到了漂浮在海面上的雷尼 顺手带走了她的遗体 然后捏造了风暴和失火 应付警方的调查 只是她没有料到 11岁的泰瑞 竟然独自在海上 活了4天 如此一来 暴露的是迟早的事情了 朱利安用假名字 入住了汽车旅馆 写了一封遗书 在遗住当中 主妇朋友将她给海葬 并且收养自己 与死于车祸的 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儿子 然后她来到了洗手间 把遗书 为玛丽购买的保险单 放在了身旁 自知藏无可藏 朱利安举起了利刃 选择了自我了断 从沙路和海洋当中 奇迹生还的泰瑞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海洋公女 她获救的事迹 使得相关部门 对航海的有关规定 进行了整改 并且提议 将救生法的颜色 改为醒目的橙黄色 也就是我们现在 能够看到的 大部分国际通用的救生法 泰瑞出院之后 被姨妈和姨父 给收养回到了威斯康星州 他们在家附近的墓地 为不幸遇难的杜佩罗夫妇 以及布莱恩和雷尼 立了一块墓碑 12岁的时候 泰瑞改名为泰拉 和姨妈姨父 以及三个表兄弟生活在一起 顺顺利利地长大 并且结婚生子 多年来 泰瑞总是抱有 父亲还活着的念想 从未停止过寻找 他会跑去佛罗里达 加利福尼亚附近的海域 搜寻父亲的踪迹 十几年如一日 风雨无所 直到35岁的时候 他才接手了现实 后来泰瑞成为了 威斯康星州 自然资源部的 水资源管理专家 守护着大海 就像当初大海 守护着他一样 渡船 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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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